专门对台一线作战的这个73集团军 那他的军部就是在板头绳部旁边 指着电脑上密密麻麻的地图标示 上头全是中国解放军在海内外的军事基地 眼前这位戴眼镜斯文的男生就是制图者 但他不是军事专家 而是一个学音乐的大学生 在我国中遇到两位喜欢军事的好友 同班同学 算是启发我的兴趣 父母担任公职没有任何军事背景 年仅23岁就读动物音乐系大四的温约瑟同学 其实专长是弹琴做词曲 但空闲时间则是努力钻研中国的军事要塞 大概花上了一年 花上一年去像是检索资料 然后把它分类 尤其是在陆军基地上面 他比他比较难去求证 我们大部分都是只能依靠肉眼判读 去求证还有火箭军基地 但是火箭军基地就是去查一些中国墙内的 比如说像央视好了他们的资料 他们的资料有时候就会披露一些细节 利用公开资讯就完成解放军机密地图 在两岸军事圈引发回响 翻开地图来看中国东部战区重要的对台主力部队 所在地都标示出来 甚至连下辖单位都清清楚楚 有军方人员私下感到惊艳 认为这地图精确性很高 只是他揭秘的行径不仅让对岸网友不满 国内也有人挑毛病 这样子一个军事基地的部署被公开 我想应该心里都难免会有一点疙瘩 大部分给我的回馈都是要嘛是纠正 要嘛是肯定 各种批评与攻击 温同学不以为意 不过他的最爱还是音乐 目前还不想走军事这条路 音乐人也是军事迷 极大反差让他意外成为焦点人物 只要保持热忱 不是课班出身 也能够成为达人 怀疑新闻宋军李定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